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也在他八岁那年去山中打猎坠崖而亡 村中的人都说小妮儿命样 没人敢收留他 小妮儿只好一个人守着破旧的房子 孤孤单单地过日子 可人活下去总得吃饭 春夏秋冬还好说 小妮儿虽然不能种地 但她可以去山里采一些蘑菇 野菜 摘些野果冲鸡 可最难熬的是冬天 破屋四处露风 外面冰天雪地 小妮儿既没有厚的棉袄预寒 又没有食物可以裹腹 日子真的是难上加难 这天 小妮儿已经饿了三天了 她把家里唯一的棉被裹在身上 望着窗外的雪发呆 这时她闻到了烤红薯的香味 她以为自己饿糊涂了 睁着眼睛做白日梦 咽了咽口水 继续望着窗外发呆 但烤红薯的香味一阵一阵地飘来 小妮儿深深地吸了吸鼻子 发现自己不是在做梦 而是院子里真的有烤红薯的香味 她赶紧跳下床 打开门朝院子里奔去 院子门口放着两个烤红薯 小妮儿顾不上红薯的来历 拿起来就往屋里跑 然后美美地吃了一顿 吃完才开始思索这是谁放的红薯 可小妮儿想来想去 也想不出来是谁 最后索性不响了 整个冬天小妮儿 都是靠着神秘人送的红薯度过的 她也想当面感谢人家 可她找了几次 就是没有找到人 只好把这份恩德记在心里 等到将来有机会再报 到了春天 小妮儿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 村民们对她依旧很冷淡 她也依旧需要自己出去找东西吃 逆晃这样的日子过去了好几年 小妮儿十五岁了 这天她去山里采野果 发现悬崖边上有一束野山楂又红又大 因为地时危险 果实成熟了都没有人去采 小妮儿顾不上危险 小心翼翼地采摘着树上的野山楂 就在她篮子快摘满了 想从树上下来时 她的脚底一滑 整个人都滑向了悬崖 幸亏她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山楂树干 才没有掉下去 篮子里的山楂有一半撒向了悬崖底下 小妮儿舍不得把篮子扔掉 一手抓住树干 一手跨着篮子 她根本就爬不上去 就在这时 一只宽大有力的手伸向了她 并大声朝她喊 快抓住我的手 小妮儿看到了救星 赶紧先把篮子递给她 弱弱地说 你先帮我把篮子拿上去 上面的人一见她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还顾着那些野果子 就有点调侃她说 你真是要吃的不要命 这棵树长得这么偏 你来采摘就是奇葩 现在都快掉下悬崖了 还顾着这半篮果实 小妮儿拉着她再次伸过来的手 慢慢地爬上去 在地上坐稳后才说 那是你没挨过饿 不知道这些野果子对我的重要性 以后再别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摘果子了 万一没人发现 你打算怎么办 年轻的男子说道 小妮儿点了点头 然后才抬起头 仔细打量着跟前的男子 十七八岁的样子 看起来很清秀 但眼神有一丝忧郁 谢谢你救了我 但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小妮儿问道 我叫薛旭 前几年我父母去世了 来这个村里投靠了我舅舅 可是我舅妈对我不好 那个家也没有一点温暖 薛旭说道 原来你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小妮儿问道 我们早都是朋友了 不然你冬天的那些红薯 哪里来的 薛旭说完笑嘻嘻地看着他 小妮儿这才明白 这些冬天都是薛旭 给自己送食物 心中充满了感动 他没想到这么多年 身边一直有一个人 这样守候自己 于是他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 谢谢你 小妮儿 有些话本来想等过完年再说的 但今天看见你差点掉下悬崖 我都快吓死了 还是想早点跟你说 虚虚看着小妮儿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要说什么 小妮儿问道 让我照顾你 行吗 我们俩都没有父母 没有朋友 我也没有彩礼 没有房子 但我会给你温暖 我会给你烤红薯吃 你愿意吗 薛旭用热烈的眼神看着小妮儿 期待着他点头 两朵红云飞上了小妮儿的脸颊 这么多年 他无数次幻想过 给自己送烤红薯的人 当这个人真的跟他表白时 他的内心开始狂跳 都忘了点头说好 小妮儿一直不说话 薛旭以为他嫌自己穷 就自言自语地说 果然连你都嫌弃我穷 小妮儿没想到自己的害羞 让薛旭误会了 他趁薛旭愣神之际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 谁说我不愿意了 我们现在就成亲 薛旭被小妮儿的举动吓到了 抓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真的吗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 咱俩天地为美 山川为正 满山洞植物都是宾客 不好吗 小妮儿铺扑着大眼睛反问道 好 好 我们这就行礼 他们没有新房 没有乐队 没有亲人 他们站在悬崖顶上 给天地磕头 给山川磕头 然后夫妻对拜 就这样完成了他们的新婚之礼 没有花轿 薛旭就把小妮儿背回了家里 他们在小妮儿的破房子里成了亲 结成了夫妻 婚后的日子虽然贫穷 但两个人都能吃苦 薛旭开了吉姆荒地 种了一些粮食 闲时还经常进山打猎 看柴 小妮儿除了操持家务 也会进山采蘑菇 石野果 两个人的小日子越过越好 这天 小妮儿在家准备晚饭 听到薛旭老远喊道 娘子 快出来打把手 小妮儿停下手中的火 赶紧去看 才发现薛旭背上背着一个大姑娘 她有些诧异地问道 这是谁啊 怎么了 我打猎的时候 明明看到一只小狐狸 本来想打了给你做条尾薄 可没想到建设出去 狐狸没设着 却伤到了这个采蘑菇的姑娘 薛旭说道 小妮儿一听薛旭打猎伤到了人 赶紧帮她把人扶到床上躺下 又让薛旭去请了大夫 经过大夫的救治 女子悠悠转醒 她自称狐狸娘 对薛旭无意间伤到她并无怨言 还说自己没地方去 想留在他们家阳上 薛旭和小妮儿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 并没有推辞 对丽娘照顾有加 可奇怪的是 自从狐狸娘进入了小妮儿家之后 小妮儿的脸上开始长那种很大的脓包 一个接一个 又红又肿 还流血水 整张脸看起来特别甚人 多处求医也不见效 薛旭心疼小妮儿 想着她可能是劳累所致 就让她多休息 自己亲自照顾丽娘 而丽娘却求之不得 整天缠着薛旭 有时还故意跟她撒娇卖忙 天的小妮子心里很不舒服 这天 丽娘已经能下床走动了 薛旭就进山打猎去了 毕竟三个人还要吃饭 薛旭走后没多久 丽娘就端了一盆水 到小妮儿跟前说 妮儿姐姐 你看看你这张脸 然后你再看看我这张脸 你觉得薛旭哥哥会喜欢谁 小妮儿看着水盆里面目全非的自己 又看了看丽娘那张妩媚动人的脸 她的心里难过极了 但她还是故作镇定地说 我跟薛旭是从小建立的感情 她不会嫌弃我的 丽娘哈哈一笑说 我第一次听说男人不喜欢美女 喜欢丑女的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吧 因为你从小营养不良 你不能怀孕生孩子 你想让薛旭哥哥无后吗 这一点真的说到了小妮儿的痛处 她已经和薛旭成亲五年了 但一直没有怀孕 刚开始薛旭还安慰她 说她还小 可现在这话从丽娘嘴里说出来 让小妮儿听着格外不舒服 丽娘见小妮儿不吭声 就继续说道 你难道不希望薛旭哥哥幸福吗 这些事情你做不到 但是我可以做到 只要你离开这个家 我就会让薛旭哥哥 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小妮儿希望薛旭幸福 毕竟她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关心自己 唯一爱自己的人 可自己却连最简单的幸福都给不了她 想到这里 小妮儿眼里全是泪光 她盯着丽娘说 你肯定会对薛旭好的 是吗 丽娘见时机已经成熟 使劲地点了点头说 你放心 只要你离开这里 我一定会对她好的 小妮儿觉得自己 跟丽娘相比 真的一无是处 她也狠心冲出了家门 可她不知道去哪里 她也没地方可以去 原来别人就不待见她 现在她的脸这个样子 更没有人愿意搭理她 她走呀走 走到了一条大河边 她渴了想捧些水喝 她蹲下去却看到了水中的倒影 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她一边哭一边使劲地拍打水面 好像要把自己彻底拍散一样 过了一会儿 她累了 她停下手中的动作 看着望不到头的水面 她有了死的念头 她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水里 正当她的头快要被水淹没的时候 一只大手有力地抓住了她 拼命地往岸边拖去 小妮儿被人拖上了岸 她已经呛了几口水 此时正在拼命地咳嗽 而旁边却传来了慈祥的声音 孩子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非要寻死呀 好死不如来活着 一切都会过去的 小妮儿抬头看了看这个人 发现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尼姑 她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感觉这是佛祖派来救她的 她哽咽着说 师太 我没有路可以走了 要不你说我当徒弟吧 老尼姑摇了摇头说 你的红尘未断 不能入安堂 可是薛絮不喜欢我了 丽娘样样比我强 我连最简单的生孩子都生不了 我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小妮儿问道 谁说薛絮不喜欢你了 赶紧带我回你家去 丽娘是妖精 我此次下山化园 就是看到这里有妖气 我才到这边来的 老尼姑说道 丽娘是妖精 那薛絮岂不是有危险 小妮儿听到这里 拉起老尼姑就往家里走去 他们走进门 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 小妮儿推开卧室的门 发现薛絮躺在床上 而丽娘正在床边对她做什么 丽娘看到小妮儿闯进来了 就不高兴地说 不是让你走了吗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你也看到了 薛絮哥哥现在是我的了 可以死心了吧 丽娘说完 还故意在薛絮脸上 牵了一下 刺激小妮儿 可小妮儿知道她是妖精后 也不再中她的离间计 而是走过去一把推开丽娘 挡在了薛絮跟前 果然如她想的一样 薛絮完全没有自主意识 她很着急地问丽娘 你对她做了什么 丽娘笑着说 放心吧 我是不会伤害她的 只要你这个丑八怪赶紧离开 我就可以让她恢复正常 这时 一直在院子里布局的老妮姑进来说 大胆妖孽 竟敢贪恋红尘情势 破坏别人夫妻 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丽娘一看来了一个老妮姑 她对着小妮儿说 你居然请来这老妖婆 看来你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那我告诉你 你这样做只会害死薛絮哥哥 我给她施了迷情法 除了我 没有人可以替她解开 小妮儿不知真假 把求助的目光看向了老妮姑 老妮姑没有小妮儿那么好吼 她也不管丽娘的反应 掏出她手上的真妖圈 朝丽娘扔了过去 大声喊道 少在这里妖言惑众 救你的道行 什么法我都能破 丽娘也不是吃素的 有些道行 见真妖圈朝她过来 很轻巧地躲开了 然后一人一妖大打出手 丽娘到底道行浅一些 败下阵来就想逃 可老妮姑早就布好了局 根本无处可逃 很快阵妖圈就套住了丽娘 丽娘正脱不掉 现出了原形 是一只杂毛小狐狸 原来丽娘在山中偶遇到薛絮 就喜欢上了她 偷偷跟她来到家里 却发现她已经有了妻子 而且两个人非常恩爱 为了得到薛絮 她变成狐狸让她射中 再变成女子 这样薛絮误以为自己伤到旁人 心里很内疚 就把假装昏迷的丽娘背回了家 丽娘的第一步成功后 第二步就是赶走小妮儿 取而代之 她在小妮儿的脸上下了一种 无色无味的毒 让她的脸一直长浓包 长期不好 这样小妮儿在漂亮的她面前 就更加自卑 她再接了小妮儿的痛处 就是她没有生孩子 小妮儿果然中招 离开了家 可丽娘没想到薛絮知道 小妮儿不见了 根本不理会她 而是着急忙慌着要出去找 丽娘只好给她施了迷情法 让她失去意识 好把生米煮成熟饭 没想到小妮儿却又回来了 小妮儿总算明白了所有事情 这时老妮姑咬了一瓢凉水 念了几句咒语颇向了薛絮 薛絮一个机灵就醒了 她见到小妮儿的那一刻 就紧张地拉着她的手说 娘子 你去哪里了 我正要去找你呢 小妮儿还没说话 老妮姑却开口了 她说你嫌弃她脸上长疮 薛絮死了 如果不是我及时救下她 你俩已经阴阳两格了 薛絮一听 赶紧站起来 拉着小妮儿前后左右 都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事才放下心来 说道 傻瓜 你想什么呢 咱俩是什么交情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可能因为你脸上长几个疮 就嫌弃你 我是那种人吗 最近是我不好 照顾丽娘忽略了你的感受 现在丽娘好了 我们让她走 我们好好过日子 丽娘呢 小妮儿听到薛絮这些话 知道自己想多了 就跟薛絮把所有事情都说了一遍 薛絮看着被套住的杂毛小狐狸 心中有几分难过 对老妮姑说 师太 她虽然有害人之心 但没有害命 求您不要伤她性命 把她带去安堂 教她好好修行吧 小妮儿也开始替丽娘求情 老妮姑见她俩都这样 就说道 你俩倒是心善 我出家人本就慈悲为怀 不伤她性命就好 二日一起谢过老妮姑 老妮姑临走前对小妮儿说 你脸上的窗 用桃米水清洗 二十一天就会自然脱家 不要再胡思乱想 而且你此生有儿女缘 放宽心 一切随缘 说完她就牵着小狐狸走了 从那之后 小妮儿开始天天用桃米水洗脸 慢慢地不仅脸上的浓包不见了 皮肤也变得又细又嫩 比以前更好看了 而薛旭对她一直不离不弃 始终如初 几年后 小妮儿陆续生下一儿一女 一家四口过着简单又快乐的日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